一本万例 终身学习 秒传智慧 顿悟人生 请给我七分钟 让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Yang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1年读诗低计划 第47次的播出 我们这一桌所写的书目叫做《未来的政大》 这是作者的《未来三部曲》的第一本书 下面两个礼拜我们还有第二本跟第三本 《变迁》是未来亲日生活的一种过程 足以推翻制度 改变价值观 但虎实根本会带来无穷的压力 就看我们人类如何来因应变迁 埃文托弗勒1965年就提出 《未来的政大》Future Shock 这样的一个名词来描述那种震撼意瘁的压力 跟太短时间内有太大变迁 使个人甚至是整个社会国家都无法适应的情形 所以一旦深入研究之后发现 变迁正在加速中不再是久远的潜伏危险 相对应速度反而产生何气何从的方向机 如何适应的问题 所以把未来作为知识的工具 培养出成功地应付快势变迁的未来意识 直到用想象力跟眼光来和未来打交道 提出这样观念的作者是鼎鼎有名的 埃文托弗勒先生他是1928年出生于纽约的 一个波兰犹太移民家庭 他毕业于纽约大写的英语系 1960年代他在IBM跟其他科技公司就职期间 接触正在兴起的知识科技过程中 印量跟成熟了他的未来学理论 从他身上我觉得可以找出以下这三个观念 大家共同来活用他 第一个是未来学大师 作者是当今最继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也是世界知名未来学家 他在1970年出版这本书未来的政大 80年出版第三波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 等等这三本书叫做未来三部曲 对当今社会思潮有广泛而深沿的影响 第二个观念是他到底猜对了什么 作者预测后工业时代将从制造业跟劳力 转向资讯跟数据发展 他预测互动媒体 网络聊天室的广泛使用 还出现一种设备能提醒你今天有什么约会 那先进科技跟知识系统将让社会上 许多的人可以在家工作 我们今天不就很多人都在家工作吗 OK第三个观念是他已经实现的议员有哪些 托福乐50年前的内容 比如说信息过载然后知识经济等 确实冲击了当年的读者 我们对照一下托福乐当时对未来的描述跟议测 模糊的轮廓今天都已显露出来 只不过当前所处的知识通信时代 更为精彩而复杂 以上这三个观念希望能够协助大家对作者有进一步的认识 这一本书未来的震荡是1972年8月出版 非常的古老 作者认为未来的震荡是 由于还没有成熟的未来提前来到 所以使人头温眼花无所适从 其实它是一种文化冲击跟震荡的时代现象 说是一种病态也不为过 整本书看起来我找出三个重点 大家共同来学习 第一个是永恒性 人类在地球出现已经有五万年的历史 如果以每一个世代六十二年来计算的话 大概有八百个世代 必须要了解加湿度跟暂时性这两股力量 如何改变永恒性的结构 所以把生活及心理 锤炼成新的生思的形式 比如说上了花条 还在劳碌奔波的人是最佳写照 第二个重点是暂时性 过期跟未来的对比是永恒性 vice 暂时性 新社会以暂时性需求为主 分散以物 地 人 组织 信息这五大领域中 会出现用过极丢的社会 新的渔牧民族 模组的人 特有的制度ad hoc 然后激动的形象等等这些现象 第三个重点是新奇性 一个全新的社会正在被创造 整个制度快速的变成无法控制 在同一时间内感受到 种植 青年 性 殖民地 经济跟技术等革命 所以大家都已自身在 超工业革命中 新奇性跟变异性是了解 新社会的两把钥匙 必须放任想象力 去把握住未来 OK 以上这三个重点 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 这是一本 各种未来论的综合版 指出当代社会的危机跟对策 对未来即即取释作用 那作者所描写出来的 未来社会的想象图 的确是非常生动 且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托弗勒虽然是 世界知名的未来学家 他却从不以一言加字击 他甚至还说 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意知未来 任何声称可以意知 都是骗人的 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明天会使我们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以上是我们这一周的主要的内容 如果要我浓缩成一句话 那我觉得后课总算说出了 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21世纪的文码不是那些 不会写不会读的人 而是那些不会先将自己归名 再重新写习的人 OK 再见 拜拜